今天要來吃義大利麵 然後我用的是這個Costco買的咖哩雞肉 這個是我們已經回購兩次了 那這一份裡面就有兩包可以煮兩次 然後今天的話呢我想要加銀杏跟松露 整個非常的營養 然後這是比較營養健康的蛋白義大利麵 就不是普通的只有澱粉而已 酥露調味粉 酥露調味粉 又吃研究 最高的… 非常棒的 酥 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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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enDIA 40分钟 卵到锅子里很多 胡椒 щ economy 正在看看 Bronnie 這邊是巧克力蛋 這個是巧克力餅乾 這是麥克盐的 好吃嗎? 吃一個就好了喔 他等我收走 沙茶豆干 台灣的 嫩豆腐 五香豆干 這個是荔枝葡萄 荔枝味道的葡萄 他雖然長得很小 可是還蠻好吃的 花錢 胡蘿蔔 一袋馬鈴薯 這個馬鈴薯有沒有像愛心 有嗎? 有沒有有點像愛心的圖案 愛心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叫豆干 甜甜鹹鹹的 如果你要吃下次就說豆干 嗨 週末愉快 今天想說趁著週末我們要開車到附近其他的城市去看看了 前陣子我們也有到Vegas去看說 有沒有什麼適合居住的城市 社區之類的 主要原因是現在五月了 我們租房子的租約到七月到期 所以每年到這個期間 我們都會開始在掙扎說要不要搬家 要搬去哪裡啊 開始想要去尋找未來居住的地方 有些觀眾朋友們可能會好奇說 我們為什麼會想要搬你鵝灣 因為對於加州來說的話 華人應該都知道鵝灣 其實算是很多人想要住的第一個地方的首選 治安好啊 華人餐廳多公園多 然後整體環境都很不錯嘛 那我要先說一下 我們當初為什麼會選擇住鵝灣好了 其實我們的想法很簡單 只是因為它離迪士尼開車只要15分鐘 然後到附近就是很知名的漂亮的海邊 也只要20分鐘左右感覺 就是六小孩 然後還有自己的生活娛樂會很豐富很多元 那也確實我們一到美國的時候呢 就買了迪士尼年票 然後馬上就去了20幾次 非常的開心 後來遇到疫情官員了 就沒有辦法去了嘛 那雖然後來就是重新開放之後 我們也有帶小朋友去 可是他就開始興趣缺缺 然後我們買了一些附近樂園的年票也是 小朋友都去幾次 就覺得可能就是拿一顆籃球去打籃球 他本來是更高興的 那海邊的話呢 其實我們每一次週末去 都覺得人還蠻多的 停車未難找之外 其實這邊的海邊的風吹起來是蠻涼的 連海水都是冰的 所以去了幾次小桃的都覺得好冷喔 所以他也沒有說很喜歡去海邊 加上現在疫情過後 整個物價都大漲了 目前我們居住的城市 房價大概漲了至少50% 我們當初看了100萬的房子 現在可能150萬才能夠買得到了 就連物價油價各方面也都漲了百分之二三十 所以整個生活成本的開銷都會變得更高 所以我們身邊的朋友說 欸你們又沒有在當地工作 就是一定需要住這邊 為什麼不考慮說搬到其他可能就是生活成本 會比較低的城市 然後你可以買到比較大的房子 空間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想說 趁這個時間就去多看看 就有沒有適合我們居住的城市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是Ontario Ranch 那邊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距離安大列國際機場 就是開車只要15分鐘以內就可以到了 那邊呢就是有華航可以直飛台灣 不管是寒暑假我們要回台灣 或者是家人要從台灣來美國看我們 都非常的方便 那當然囉更重要的是 這邊的房價也會比我們現在居住的耳灣便宜不少 那我們就去看看囉 哇 這個地上的粉紅花不知道是什麼 好漂亮喔 現在開車下來感覺還不錯 OK The Park House 這是這個社區的交椅廳 就是公社的部分 哇 看起來還蠻漂亮的耶 然後這邊綠化也做得很好 像這樣大桃開車出去 右邊的樹 然後家門口啊走廊 都有很多的草坪綠化 然後房子的對面 就是小公園 這個小區的圍牆也都有綠化 看車子就覺得這邊入住的情況已經還蠻多人都住進來了 這邊是新的小學 就是正在蓋蓋到一半了 它號稱說暑假過後會蓋好 現在這樣蓋成這樣子 感覺距離完工還有一段時間 還是他們施工效率很高 有可能喔 通常我們到一個新的城市 我們就喜歡到它的超市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賣場 去走走看看 然後感受一下當地的氛圍 順便看看居民 是哪一類型的人 是退休老人啊 還是像是家庭的人居多 或者是一些年輕人 就是感受一下整體的氛圍 那我們現在到的這間超市呢 距離我們剛看的社區 大概就是往前開 轉彎 大概五分鐘左右的車程以內就可以到了 是Spras 這個呢在我們居住的城市爾灣 比較少看到 但是也是許多美國人喜歡的 因為呢它的名字 就是底下是寫那個Farmers Market 就是農夫市場的感覺 你會覺得它的蔬果類啊 都非常的新鮮 但是它不是那種真的 那種週末假日 才會去的農夫市集 只是這樣子寫起來 你就會覺得 嗯應該是一個 有機超市啊 很健康的感覺 那確實 我走進來逛的時候 嗯 有點像是Hofus那種有機超市 但是 好像也沒有到這麼的貴婦等級 可是 整體的陳設跟擺設 都是讓我覺得 舒服 有那種農村感的 你會覺得 這裡買到的東西 好像真的就是這麼的新鮮 就連他們 擺放糖果的那種 擺成色的方式 都會讓人家覺得 欸好像可以買一下 那種感覺 我覺得 對購買慾的提升 是蠻強的 你們在做什麼 我還想要試試看 我就幫他拿了一點這個 Lemonade Sour Patch 就是酸的那個軟糖 OK 對 我有喜歡這個 你有喜歡 你有喜歡 檸檬芒果乾 一盒草莓 3.99 不會喔 這邊的感覺跟Hofus蠻像的欸 就是也有這種 烤肉串啊 然後生鮮區 再搬一個大冰桶 裡面放生鮮的肋排啊 這裡呢 是熟食區 哇 看起來就是回家 換一個盤子擺盤 就很高級了 好 這樣的一份 大概是 9塊錢美金 來吃小點心 開車開了五十幾分鐘了 讓他喝點東西休息一下 不然坐太久屁股痛 對 就是你最喜歡的 Brown Butter Sea Salt Rice Krispie Bar Yeah I like Rice Krispie Bar 海鹽 然後又加奶油口味的 海鹽 有點微鹹 然後甜甜的 奶味很重 像台灣那個米香 米香 對 你剛剛進去看了一下 超市感覺很新 然後整體 感覺是賣健康食品為主的 我在裡面 甚至連剛剛想要幫小桃的 找那個 一般人常喝的那種 什麼可樂啊 雪碧啊 Sprite Coke 都找不太到 他這邊只有賣他們自己 就是可能合作的品牌 因為很多 他的那個 汽水都是 都是不加糖 零卡的汽水 在這邊口味很多 都買得到 今天我們來的城市 叫做 Ontario Ranch 他 附近的城市 比如說叫做 Chino 還有Ontario 等等 有幾個區是 以前有去看過 然後 因為那邊的房價 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 就比比較靠海的一些大城市 像爾灣啊 或是 華人比較會去住的 像Pasadena 等等 我們這裡的房價呢 就是我們現在在的這個 區的房價都比 我剛剛提到一些 比較靠海邊的 華人傳統住的城市 房價大概都只有 將近一半或更少 但是這邊當然有缺點 缺點就是呢 第一 附近 常會看到很多 很多電線 電塔 這種高壓電塔的感覺 在視覺上看起來 不是很美觀 至於健康上呢 不知道 就是我上網查 有些人說 不知道會不會有 對身體有影響 這個好像還 沒有一個很正確的答案 可能你真的房子 不要真的住在很近 就還好 那當然還有就是 這附近比較著名的 就是很多牧場 養那個乳牛的牧場 聽說夏天 或是有時候 可能下完雨啊 會有一些 會聞到那個牛的味道 或是夏天的時候 因為有牧場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 你如果住的靠近的話呢 會比較多一些蒼蠅 但是我們自己是覺得說 像我們今天來 就沒有那個味道 所以真的是要看天氣 還有風向 那剛剛講的這個Eastvale 就是叫東谷 Chino 這兩個區 都是比較 已經有點年代的區了 那 之前呢 我上網查資料的時候 他們就說 如果你有帶小孩的話呢 來到這裡的區呢 他們這裡的人口比 比例來講 大概是 就是拉丁裔 Hispanic 或是Latinos 這種講西班牙文的 墨西哥人啊 這些比例算 人口賺得很高 可能到百分之七八十 所以一般來講 華人就會覺得說 住的白人比例 和華人比例 比較高的區域 對他們來講 感覺可能會好一些 那 Ontario Ranch 它是一個全新開發的 一個新的 叫做小鎮吧 它這裡面呢 又分了當然各種建商 在這裡面會建讀自己的小社區 有分可能高低檔次等等 但最主要是 因為它是一個全新開發的社區 所有的計畫 英文叫Master Plan 就是完全是一個 從頭開始 從零開始規劃的一個大區 不管是公園啊 學校啊 新的學校等等 都是這幾年 甚至兩三年以內 籌備蓋好的 也有很多人說 這裡的白人人口 還有亞洲人人口 就比例會比較高一點 相對來講 墨西哥拉丁裔的比例人口呢 比周遭的城市來說 稍微低一些 那這就是可能 住在這邊的 如果要新辦來的居民 可能會考慮的 那剛剛我們開車 繞了一下環境 就發現到每一個 小社區裡面呢 其實環境都做得很好 大家也都看到了 但是呢 除了自己的社區以外呢 還有很多 一些大的十字路口 你還會發現非常的荒涼 很多土地 就空在那邊等著開發 那我們知道是說 這邊以後會蓋非常大的公園 就是運動公園 大型的 媲美比如說 爾灣的大公園啊 就是 小孩天堂 然後還會再蓋很多 新的公務中心等等 也都在開發中 然後包含幾所新的高中 初中小學也都在籌備當中 那這邊當然有好處 除了剛剛講到的 離 我們回台灣直飛的 這個安大陸國際機場很近之外呢 它也離這個 南加州的這個鐵路 或是地鐵的這個路線啊 也也蠻近的 他們這邊剛好有站 可以一路到洛杉磯市中心 甚至呢 也可以搭到 Santa Monica這種 觀光區的海邊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就算是塞車 碰到塞車的情況 我們 改搭地鐵 要去一些觀光景點來說 好像也蠻方便的 所以 這是我目前初步 對這個城市 就是Ontario Ranch所了解的一些 優缺點的分析 那麼方便 可是它的缺點 就是它的學區的分數 不是太高 當然除了以後社區 可能會有全新的小學之外 應該會 品質會比較好 還有就是附近 我們也看到一些 私立的學校 像私立的基督教學校 從小學一直到初中高中都有 那就是你一個月可能 大概學費付個1000美金左右 就可以讓小孩去私立的學校 所以就算公立學校不好的話 我們也可以可能考慮這個路線 這個就叫瓜哥 你嘀嘀看 茶茶的很可愛 她吃到東西 就是好吃的 就會想要跟我分享 但不好吃的 你會叫我試試看嗎 不會 好 我先吃吃看 好好吃喔 甜甜的 然後我就想到前幾天晚上的時間 然後小桃的吃了某個東西 就覺得很好吃 然後結果媽媽試吃媽媽試吃 我就說不行我怕胖 她就說你每次都這樣 你不胖 你很瘦 我就覺得太可愛了 因為我們其實是 一天會吃兩餐嘛 節省時間方便之外 然後睡覺也不會吃太飽 所以我通常就是 可能到五六點吃飽了之後 晚上就會只喝喝水啊 你都吃個水果而已 就不太會吃東西 然後她就 只有她自己一個人會吃晚餐 然後她就會一直逼我吃東西 好啦 我知道你是 想要跟我分享好吃的 對不對 因為我想要你更胖 你那麼壞 你想要我變更胖 所以就騙我說我很瘦了 我到底有那個皮卡丘的那個 對 我受傷了 弄那個狗狗的罐頭的時候 知道 這樹好漂亮喔 這樹怎麼看起來像秋天 秋天黃色的樹 明明是春天 墨西哥區你就會有 好吃的墨西哥食物 拜拜 對 對 謝謝謝謝謝謝 對 溫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